嗨,我阿勋 今天咧,我们来留言终结几个项目 什么项目呢?就是最近对岸在疯传 土豆,也就是马铃薯,最近很香的 麦当劳都缺薯条 因为为什么大家都买马铃薯去除油膜啊? 他们说马铃薯可以除油膜,真的还假的 然后呢,还有牙膏,甚至洗碗筋等等之类的 对,那我们今天咧,就用在车来示范一下 究竟用这些东西,到底除油膜的效果为何 那现在呢,我们来分别第一块玻璃 就是由我们的土豆先生,过来咧 就是我们的白胸洗碗筋2号 第三呢,就是我们的... 这怎么发音,忘记了 高物节 哈哈哈哈 好,不是重点 那由我们牙膏先生,对,有第三块玻璃 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达拉大夫 玻璃除油膜膏,给他来做个分别测试 那我们玻璃呢,刚刚已经先洗干净了 那由这画面呢,可以看到这块玻璃 油膜相当的重 我们可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把这台车停在海边风吹日晒雨淋 一个多月,才累积到这成年精华 现在咧,我们就来分别测试给大家看 看看它除油膜,每个的效果怎么样 好,开始之前呢,玻璃刚洗干净后 现在是完全干燥的 所以咧,我现在要稍微的打湿 好 OK 哇,好油哦 有没有看到,整个糊糊的,有没有 油腻腻的 这水整个都黏在上面,形成不规则的状态 像这种状态呢,从里面看出去的视野相当的危险 现在咧,我们就来看土豆 这是相当干净,新鲜的哦 好,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到底谁会想要拿着马铃薯来煮啊 干,我根本也不会想要这样做 涂好一点哦 不然等一下,人家就说我们随便煮 要涂到明天早上 The next day 感觉好像有呢 好,我要洗掉了 好,我们呢,刚刚已经用马铃薯全部磨过好几轮了 好,我们呢,刚刚已经用马铃薯全部磨过好几轮了 我们就拿一块干净的布 把这个水擦拭干净看看 现在水看起来完全呈现清水的状态 但是呢,这有可能会假性清水 所以我们就要用布把它擦过去 才知道油膜到底有没有掉 你看,这个油膜都还在 跟刚刚一开始的状态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现在我们就拿一块干净的海绵 搭配洗碗精 开始换洗碗精的效果 除油膜到底究竟为何呢? 好,现在我们把它冲干净 好,我们一样拿一块干净的布 把它擦干 看看它有没有呈现假性清水 洗碗精其实效果看起来很好哦 可以看一下刚刚那个马铃薯 你看它的油膜其实还是相当的厚 洗碗精效果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刚洗碗精结束后 接下来换牙膏 来测试一下牙膏 感觉有点浪费 好,那最后呢 我们就换我们的打蜡大夫 玻璃油膜去除膏 这个效果一定是好的 那用玻璃油膜去除膏的 使用教学呢 可以看我们上方的连结影片 之前我们有教 大家可以去学一下 好,我们现在就把它洗干净 好,我们刚依序测试完呢 大概等待5分钟左右的时间 其实马铃薯的效果是最差的 但我不知道呢 他们是收了多少的广告费 对,收了马铃薯那个厂商 可能好多钱 所以才把马铃薯拿来用在车子上 可是我完全不懂这什么概念 谁会把吃的东西 搞在自己的爱车上啊 接下来就是洗碗精 牙膏 还有我们的玻璃油膜去除膏 其实现在效果看起来 马铃薯是最差的 完全没用嘛 那再来就是洗碗精 牙膏 跟我们油膜去除膏 那洗碗精它本身本来就有 去油污的效果 但是呢 过去比较不常推荐 应用在玻璃上 原因是因为太色了 它洗完太色 会容易让你的玻璃 与刷胶条跳动 洗碗精的效果其实还是比较差的 你看它这边其实都有在化开 那牙膏呢 其实效果也是相当不错哦 当然完胜的效果 一定是这个玻璃油膜去除膏 但其实现场看很些微的差异 而不是说老王麦瓜说玻璃油膜膏 一定是最好的 玻璃油膜膏本来就是为了 这个玻璃油膜而开发的产品 所以它效果一定要好 没话讲 那牙膏呢 其实它这样算起来是蛮多功能的 牙膏呢 其实某方面又有点像出蜡的概念 在你的玻璃上膜 所以啊 我还是建议你 要买除油膜 还是要用玻璃油膜去除膏 不要去拿你一些其他网路上乱教 或是一些不是这种专用的清洁用品来做使用 那运气好呢 都没事 运气差 如果万一给你弄到弄坏了 保证我讲 你今晚三天三夜都睡不好 好总结呢 登登 那就是这两位选手胜出 牙膏呢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省钱用牙膏 请自己务必谨慎小心使用 先小范围试试看会不会刮伤 如果不会呢 你再行使用 那你想要什么口味呢 请依照个人的喜好所选择 好那再来就是玻璃油膜去除膏 这就不用讲 这一定有用 好不好 保证见效 那其实呢 这一罐也没有很贵 因为你看牙膏就小小条 这也稍微几十块 那这个东西呢 可以用很久 哪一个这个啊 我卖多少 忘记了 好像三四百吧 哈哈哈哈哈哈 那容量差那么多 对啊 那牙膏呢 我没有接牙膏的业配哦 好这牙膏呢 有一些其实 我刚刚说嘛 它具有含研磨粒子 然后也有填补的作用 所以像车子有一些细小的刮仓 其实某方面也可以拿着牙膏来试试看 对 但是呢 牙膏是不能拿来进行抛光的 好吗 对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要DIY使用 可以自己小范围自己去摸索看看 好那今天呢 汽车欧北部 留言大破姐 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下次见 拜拜 乱玩现在是要收拾 对 收拾残局 如果有任何食物厂商 需要我业配的话 可以拿点这个 交给我 我会说你的东西特别好用哦 没有啦 我不会这样做 大家如果在网路上看到什么 奇形怪状的 如果愿意的话 跟我们分享 我们来一起终结它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